第162集 虚空中 阴阳之光流转 缠绕黑白耳气 神光惊恐 让各方人马都大受震动 心惊肉跳 随着一声轰鸣 虚空中 剧烈的大爆炸 两人再次分开 阴阳之光挡住对方的天神掌 做一次平凡求色 唐宇 不用猫戏老鼠了 赶紧杀了他 你是我们那片宇宙的小圣 在这小小的阴间宇宙中 何须魔力自身 直接斩杀他 此地谁敢与你争讽 哪怕是在混沌宇宙中 获得小圣称好的 也不过九人 都是各族这一代的最强者 一个人可以镇压一片通街强者 足以横推过去 同辈难逢抗守 当然 前提是九位小圣不相遇 九人间不发生大战 楚风 楚魔头 凭你也配称魔 凭你也配称神王 真是笑话 一旦去了外宇宙 你才会感觉到自身的渺小 忽暗边 另一人带着恨意说道 死了两个堂弟 他心中愤慨无比 但是他却让楚风 十分反感与讨厌 唐兄 争取一拳呼抱他 然后早点去入洞房 楚风 你还不知道吧 你没机会做新郎了 今天 让我唐兄取而代之 你还是滚在地上 沉浮 等着被杀吧 这种话 于一出口 现场哗然 而后 爆发冲天的杂役 宇宙中 各族也都震惊了 这几人胆子太大了 来到婚礼现场 掳走了新娘 难怪楚风大魔头这么震怒 换作是谁也受不了 必然要不死不休 跟对方死战到底 大梦净土的一群老怪物 惊怒交加 原本 他们还不想开口 毕竟 这种事少说为妙 会越描越黑 但现在无法克制 同时他们也庆幸 还好楚风 提前救回秦洛伊 一会儿请出圣女 可以很好地 削对方的脸 此时 宇宙中 也要大爆炸了 许多修饰震惊 玄飞震天 你们都该死 楚风寒生说道 哼 该死的是你 杀我堂弟最无可赦 罗雍冷笑着 一不迈出就是十里地 刹那到了楚风的进前 举拳就是轰杀 滔天的能量光芒 震动四野 让所有进化者都颤离 人们意识到 楚风有敌 这个人太可怕了 一身实力 惊是海俗 杀你堂弟 我堂堂正正 不仅如此 我还要当着你的面 杀他们 最后再杀你 楚风森冷 因为他对湖边那三人 极其厌恶 那些话语太过分了 楚风看到所有宾客 都退到足够远去 果断激活湖畔的一片场域 在跟罗雍激烈碰撞之际 对其几位堂弟也下死手 忽便一人惊悚大叫 不好 是罗雍的足底 他被一座由符号化成的 灵卢笼罩 分力挣扎 但是 随着天空中 楚风一声 轻齿 杀 结果 他碰的一声 化成一团血雾 在炉中爆开 另一人也大叫 被一座场域符文所 化成的顶收进去 无论怎么抗争都无用 碰的一声 也在那里 解体血液四溅 罗雍震怒 不是心疼堂弟惨死 他这个人很绝情 也很冷酷 而是因为他们死在他的眼前 让他颜面无光 深感恼怒 他猛然智出一杆大旗 刹那飞出 刹在湖边 咧咧作响 是神慈奇 顶住了地面 总算保住了最后一位堂弟 如何 当着你的面杀你足弟 楚风冷酷的说道 明显是在针锋相对 不是比狠比嚣张吗 谁怕谁啊 与此同时 秦洛音走来 鸟鸟挪挪 风姿绝世 但美丽面孔上 满是煞气 仇视狱外的罗家人 人们哗然 秦洛音没有被掳走 宇州各地 看到这一幕的人也都尝出了一口气 秦洛音的拥顿 放心了 混沌天神宫的人很无耻 这一刻 大梦净土的老怪物们爆发 皆是罗家人卑劣地在婚礼上杀人 连侍女都不放过 想要抢走新娘 倒出究竟 这 自然引发大地震 许多宾客 顿时都很反感 厌恶混沌天神宫的人 觉得他们很下作于歹毒 真够无耻的 心思阴损 想要取代新郎 从而进行羞辱 太恶毒了 许多人大骂 宇州各地 无数人诅咒 觉得这几个人太不要脸 太毒辣了 挡猪 不可能 我的几位挡兄弟呢 霍安兵 被大旗保住性命的那人 惊怒大声喊道 我那三位足弟呢 天空中罗庸也脸色冰寒 都被我宰了 一个没剩 若爆了 都被他宰了 说的跟涂掉一只涂狗 宰掉一只鸭子那么简单 现场鸭雀无声 都被惊得不清 宇州各地 无数人在看直播 原本都在骂混沌天神宫的 卑劣无耻 现在则有点发呆 在人们看来 楚风还是那个大魔头 行事果决 直输心意 活得很痛快 小圣罗庸 则脸色冷烈 在看到秦洛音出现的瞬间 他的心就咯噔一下 他知道 去后宅鲁新娘的三位堂弟 已然失守 然而却没有想到 楚风回答的这么痛快 三个人直接就被他击毙 一个没剩 这是在当众笑他的脸 比他还霸道呢 比他还果决 说的好像杀几只小鸡仔 那么简单 相当的随意 不当做一回事 找死 罗勇脸色阴沉如水 双目身处是森冷的光芒 站在高空中 俯视处风 他的一头金色发丝披散开来 绽放出刺眼的光滑 他好似一轮大日在焚烧 照亮半边天穷 能量气息惊天动地 三位堂兄都死了 你好狠的手段 胡编 被神词大旗庇护 幸免于难的天神族核心子弟成员 分开无比 惊怒交加 情绪波动剧烈 这块地方只剩下他自己了 另外几个人都被楚风当着他的面干掉 郭早 同时你们很恶心 怀着歹意而来 现在居然还怪奇我 平时一只气使习惯了吧 受不得委屈吃不得亏 今天 石龙你也得给我盘着 别说原本就是骡子 楚风无惧 向前迈步 都没有看湖边的那位核心子弟一眼 他一直盯着罗雍 这才是真正的可怕劲敌 现在没什么可说的 唯有镇压这个所谓的小圣 将之战杀 楚风 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气息 如同从烈焰中走来 沐浴滔天能量光夜 在其周围浮现出一根又一根赤红的凤凰凌羽 如同秩序神经著称 蒸蒸作响 光泽射人 这是不死鸟呼吸法 最适合调节自身的状态 体内任何细微的伤痕都会被修复 他现在无论是肉身还是魂光 都攀升到最强状态 满天都是火光 让大梦净土中许多进化者颤离 他们终于知道 楚风大摸头多么的可怕 这一刻 小圣罗庸阴冷的神色收敛 他重新归于平静 对于死去多位堂弟不放在心上 心肠冷硬 无情而冷酷 楚风 在我眼中 别说是你 就是你们这片阴间宇宙最强的几位天才加在一起 也算不得什么 都是渣子 罗庸宣告 带着漠然 这种话语一出 那当真是引发滔天波澜 人们觉得他太狂妄了 让各族的许多天才都带着冷笑 对他无比低势 宇宙各地 观看直播的人更是诅咒一片沸腾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次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